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住的房子 这边是前院 前院基本上我们保留了草皮 种了点树 还有一点花 然后这边有一个玫瑰花的架子 这玫瑰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尤其现在在7月份的时候 花开的最盛 这种爬藤的玫瑰花 这种品种特别好 这边过来是内院 一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内院 这边其实夏天的时候特别凉爽 可以在这边接待朋友 我们堆了一些东西在这里 包括我们的跑步器什么的 然后这边我们放了一个厨房 是户外厨房 右边的话是一个仓库 我们进来仓库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仓库面积大概20来个平米 面积还算可以作为储物空间的话 其实住别墅的话 一个大的储物空间是很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大一点的仓库 类似这种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车库 其实我们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车库 但是没有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 这右边是一个散纳房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用过 好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走到这边的话是后院 其实后院最开始也是草坪 但是后来我们都把它装了很多夹板在这里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吧 然后这下层的这个夹板 这边主要是小孩活动的一个空间 放了一个小的水池游泳池 给小孩玩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夹板的边上 一圈我们是用来做菜地 这主要是我老婆她比较喜欢种菜 所以我们开辟了一个空间来种菜地 包括这边做了一个阳光房来种菜 因为月点这个天气它普遍温度比较凉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和秋天的时候 阳光房可以帮助更好的成长 让那个植物更好的成长 因为外面就是一个公共草地了 然后这头 夹板的这头也是一个菜地的空间 从仓库的后面一直延伸到那边栏杆外面 栏杆就是家的边界地界那里 这是个豌豆苗核兰豆 其实种菜主要是兴趣了 因为这边你的土花什么的要重新买过来 还是要投入钱的 种菜主要是为了一个兴趣 这边过来是一个阳光房 那么它其实只有两面的玻璃 另外两面是利用一个现有的外墙和邻居的那个仓库 阳光房其实主要就是就餐了 因为月点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户外就餐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一种传统 我们进屋子来看一下 从大门口一直走到最里边的厅的墙的话 大概是十米的长度 其实这个墙的另外一边其实就是邻居的内院 所以这种房子是大家是连着的 虽然不够墙 那么就是 刚才据说这个进门到这边是十米 好 然后其实进门的这个左手边 现在的右手边是一个洗衣房 我们看一下这个洗衣房 这洗衣房是比较典型的 因为这边房子它会有的东西 因为它的所有的那个衣服都是在洗衣房 洗了并且烘干的 这边是没有习惯去把衣服放到外面去给太阳亮晒的这种习惯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配配配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有个洗衣房来去做一个衣物的一个处理 其实这部分空间在国外一般来说没有 所以虽然这种别墅空间总面积比较大 但是洗衣房还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的 右边是一个洗手间 这边就不进去看了 然后洗衣房这边对面的是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我们其实没有放大床 因为准备换房子 所以这里都做了一些打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并没有专门布置上一个卧室的一个功能 放了一个小的床 摆放了一些东西 这个卧室大概十来个平米吧 这个房子居住面积是144平米 这边厅的话也是很长 其实从那个厅的这头到到餐厅的另外一头 长度大概是8米长 但厅这边开了门就直接对应这个阳光房了 所以是一个很止通的一个一个结构 光线特别好 是南北非常止通的一个结构 这从厅的另外一边我们来看 看得到那边餐厅的一个边 墙边 餐厅的墙到这边的墙 就长度就是8米 刚才说了 好我们 来看一下餐厅的情况 可以看得到其实窗户都特别特别大 这是因为月点这边的阳光比较切发 所以他们的房子都特别大的窗户来做一个更好的采光 但这样住起来也是特别的舒适 其实我们家的装修的风格都是比较简单的了 北欧风就是简单嘛 只做一些必要的功能的一些家具 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装饰 可以看得到光线其实真的是特别好 整个房子的那个是特别明亮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厨房 呃这个厨房是比较长 其实呃这个大概有4米5吧 这个整个长度 然后 然后 我们 对厨房进行的改造 原来厨房是单独的 现在我们把它跟餐厅打通 所以我们就有空间做了一个中导 这样的话我们厨房利用力就更好了 呃这个开放式厨房其实也挺好的 呃虽然说开放式厨房大家担心油烟的问题 但是我们做菜没有特别 而且呃用很多油 所以还好 呃这是厨房整体的感觉 呃厨房右边这边是一个门可以开出气 到那个前面的平台的 那么平台的在过去就是前院 所以这边可以经常看得到对门的 老头老太太在晒太阳啊 喝咖啡啊什么的 呃还是特别的 所以感觉特别宁静的 啊一楼在楼梯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房间 算是儿童房吧 呃这个小的房间 呃面积就比较小了 呃基本上只能摆一张小床 摆一个呃小的衣柜 呃在我们挂了一些衣柜 挂了两个呃儿童衣柜在墙上 呃基本上小孩子可以在这边用 或者做成书房是可以的 那边窗帘其实也是个很大的窗户 不过窗帘把它给遮起来了 我们上楼上来看一下 楼上一进来一上来的话是一个呃 一个开放的空间 我把它我把我的书桌摆在这儿了 然后右边是一个大的主卧室 呃这个主卧室面积比较大 大概有20来个平米吧 但是它是一个 你看是个鞋顶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种典型的敏居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主卧室它的顶 顶就是说是鞋顶的 所以它这个整个所有空间 并不能完全的享受到 完整的这种高度的空间 主卧室有个特别好的窗户 视野特别好 这边面向这个绿地 这个绿地例行会有这个格萨基 设计的格萨基来维护 然后二楼另外一侧就是 也有一个副卧吧 这个卧室比主卧 就小小很多了 因为右边是卫生间 左边这个是个卧室 那么这个卧室 相比主卧小很多 其实也可以当儿童房了 可以看到到这个卧室 其实也是有鞋顶的 这这个也是一个一个限制 对空间的限制 所以那个床的摆放啊 或者说桌子啊 可能都是有说一些限制 呃 然后这个卧室 它一样是会有特别好的采光 因为它开了一个很大的窗户 这个门后面是一个小仓库啊 这个窗户呃可以看到呃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窗户 它呃 它是首先它是三层玻璃的 没看得到中间呃这个是三层玻璃的 那么它是三层玻璃灰 所以会保暖效果会特别好 呃 另外隔音的效果也是特别好 呃 这窗户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是可以做一个呃 180度的旋转的 这样转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呃方便的做一个窗户的清洗 这里可以看到到它有个安全锁 就是防止小孩能够直接推到最大 我把那个安全锁锁扣扣下去之后 它可以继续往上推 呃 那么我看一下 你把它做一个弦转之后 呃 它在另外一面会翻过来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对这个窗户进行清洗 呃 这个其实挺我觉得挺惊讶的 我刚来的时候 因为这种窗户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尤其是那种呃 如果是两层的话那种呃 你的清洗会更方便 不需要跑到外面去呃 做一个呃 窗户的清洗 啊 然后这边刚才说右边这门就是一个小的卫生间呢 啊楼上这个小的卫生间我们呃 也不常用啊 主要是小孩子有时候会在这边希望在这边泡液缸 呃因为我们楼下的呃卫生间没有安装液缸 好 基本上呃 我的房子就介绍到这里 因为计划是秋天要换新的房子 所以 呃 把这个当前的房子做个总结 呃 也留住纪念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倘国立间的房子